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小姐的意思吗 是 就这样子 然后就引起一些风波 大家都讲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子 不过有人说他们两个是游客 所以最新的消息是已经证实他们的身份了 就是说他们是中国人 中国男子 所以可能他们不清楚 这个地方是不是用来小姐的 可是虽说人有三级 但是在公共场所好像也不太对 更何况它是一个属于宗教的地方 所以就有人建议说 你要不要就设立一个中文的牌子 告诉更多人 就可以有不同的语言告诉别人 说这是属于祈祷室 不是上厕所的地方 这也算是一个不错的方法 我们可以跟当局建议一下 OK 关注了这个之后 当然要进入今天的新闻主线 我们今天的新闻 第一段一样是很多来自国会的新闻 新闻主线 250令吉只是钱菜 冰城国阵在州内非法的海报被罚款 13000多令吉 反而为每个星期逮捕一次提供一个案件 这个灵感哪里来的呢 是来自印度电影 冰城首长低价买洋房的案件 今天开审了 林冠英和女商人都不认罪 2018年反假新闻法案 今天提成国会 那为例的话呢 最高法50万令吉 坐牢十年 说到这个假新闻啊 最近我们也是一直在提 就是特别是选举委员会那边就说到啊 在大选之前的这段期间呢 是特别多假新闻啦 当然这件事情呢 也是成为了很多个国家 不只是在马来西啊 各个国家的政府呢 高度关注的一件事 看到我们的邻国新加坡呢 他们之前就其实已经宣布 在今年下半年呢 会制定一个新的法律 要来管制和严厉对付那些 蓄意捏造假新闻的人士 那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呢 当地的内政部长 就有提到喔 政府呢 其实是需要拥有 对付假新闻的能力 确保他们的民众呢 可以得到一些真实 还有可靠的信息 不然呢 如果一直冲刺着假新闻的话呢 国民的不信任感会加剧啊 那他们对于公共机构啊 对国家领袖啊 甚至对治国的制度呢 也是会失去信心的 而且不只是新加坡 在法国方面呢 法国总统马克龙也曾经提到 法国政府会在今年 提成一项新的法案 就是来打击 在选举期间 传播假新闻的行为 而在打击假新闻这件事情上 其实我国 马来西亚是比新加坡 还有法国是做得快一步的 没错 今天看到呢 马来西亚这边呢 是有了一个新的举动 在我国政府推动的2018年反假新闻法案呢 今天就正式由首相署部长阿沙利纳提成国会下议院医毒 那这个法案呢 是说到可以对付任何人 不管你是大马公民还是外国人 而且无论你是在国内或是在国外 只要你涉及制作 这个散播或是转发假新闻的话呢 你就会被对付哦 法案其实就有阐明说任何人呢 如果你是在知情的情况之下 就是你是知道的 无论你是直接或是间接 还是用出钱的方式呢 支援啊 制造啊 提供出版印刷 发布或是转发散播这些假新闻的话呢 可以被判罚款不超过50万令吉 或是坐牢不超过10年 或是两者兼施 那如果你是重犯的话呢 一旦被定罪啊 是可以被罚款 这个是用天来计算的 每天不超过3000令吉 数额还蛮高的 真的 那阿沙利纳也有提到 这一项的法案会在这次的国会会议呢 就提成二读了 说到什么是假新闻哦 其实大家可能就在想 它的定义是什么 真的 到底是什么来的呢 那这里有一个重点的 就是在法案当中一个重点 包括了他就有说到 任何的新闻 资讯 数据和报道 部分哦 或者是全部的内容 含有虚假的成分 不管你是用文字 或者是视频 或者是音档的方式 都可以构成是假新闻 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一篇文章里面 你不用100%是假的 只要是可能10%是假新闻 对 甚至就是有部分的话呢 就可以构成这个假新闻的控状 另外呢 传播的方式呢 它不一定是在印刷出来的刊物哦 包括是任何的书面的出版物 还是说 任何用数字 电子磁力 或是机械制造的内容呢 还是说复制的内容呢 来制造 或是散播假新闻的话 也一样是会被逮捕的 也就是说呢 利用电脑啊 或者是社交媒体啊 散播的话呢 也一样是犯法的行为哦 而且不只是你制作 你share出去的话 也算是这个 违反了反假新闻法案的 通常假新闻都是 透过社交媒体发布啊 或者传播的嘛 到底哪一个社交媒体呢 是最多人在share的呢 我觉得 我看到这则新闻之前 我就猜对了 我觉得大家都会猜到吧 因为这个东西 是大家都在用的 通讯基督媒体部长 莫阿莫沙利就有说 根据大马通讯基督媒体委员会 MCMC的分析显示 有多达84%的大马人 是透过WhatsApp 取得没有经过 证实的消息或者是新闻的 真的 其实我很多时候呢 会有一些可能群组 比较多人的群组上呢 在WhatsApp那一边 就常常会散播一些新闻 然后我常常是要 半点那种 这个是假的 就是要告诉大家 这个是真假 这样子的一个角色 不过现在告诉大家 如果你是随意散播 把这个group 再forward去给其他group的话 如果它是假新闻的话 你可能也是会有罪的 是的 而且呢 莫阿莫沙利有补充说 有8%是有 透过脸书来散播 4%的人 透过部落格 那还有4% 就透过其他的管道 取得这些假新闻了 当然在社交媒体上 充斥着这样子的 假新闻的一个现象呢 我觉得不只是 人民啊 已经发现到这件事情 现在就连统治者呢 其实也表达了关切 在这个月初国位开幕的时候呢 看到国家元首 穆哈末 苏丹穆阿姆武士呢 就支持政府立法 遏制在社交媒体上 散播假新闻 还有诽谤的现象 今天看到 雪州苏丹沙拉福丁呢 在为雪州议会 制开幕遇词的时候呢 对假新闻被广传啊 或者就助长这个 污蔑歪风的情况 也是感到很遗憾的 殿下就担心 一旦这个情况 持续在社会中发酵呢 它会造成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 它可能就会分化人民 甚至会毁了社会跟国家 那殿下也对于人们 没有事先过滤这个新闻内容 你就相信 还有广传这样子的行为呢 这个殿下是感到很担忧的 所以殿下就提醒人民说 尤其是雪州的人民 维持和加强 目前拥有的一个 各族和谐融洽关系吧 我们不要轻易地 就散播一些假新闻 可是有时候你不会发觉 一个小小这样子的举动 可能你觉得一个无心的举动 它可能也会引起 这样子的一个后果 好了那今天除了关心假新闻呢 我们要关注今天的一些 法庭的案件呢 我们要关注这个 宾州首长被控低价 买洋房的案件 今天看到宾州首长林冠英 被控以低于市价 向商人彭丽君购买独立式洋房 以及把农地 转为这个住宅地的案件呢 就在高庭上面开审了 那控方呢向两名被告念出 经过修改之后的控状内容呢 两人都是不认罪的 我们先来看林冠英 所面对的第一个控状吧 控方修改的控状内容呢 就有把公职人员这个词 改为一名公共机构的官员 就说林冠英被控在 2014年的7月18号 作为公共机构的官员 利用宾州首长的权位 批准了这家公司 叫做Manifission & Blur 私人有限公司 也就是彭丽君持股的这家公司 申请把滨州西南区的一个地段呢 从农业地转为公屋发展地 让林冠英自己跟妻子周玉清受惠 因此呢就抵触了2009年 反他汇法令第23条文 那么在这个条文之下呢 最长就会面对最高20年的 坐牢监禁了 还有就是罚款1万零级 或者是不少过汇款的5倍 就看哪一者是更高的一个数额 那第二个控状呢 他所修改的部分就是把案发的日期 从2015年7月28号改为同年的10月21号 就指林冠英身为滨州首长 在他清楚自己还有彭丽君的公务关系的情况之下呢 他让自己获取了贵重的物品作为回报 那这个贵重的物品呢 就是以280万令吉 向彭丽君购买 试价应该是427万令吉 位于乔治市兵汉路门牌25号的这间房子 因此就抵触了刑事法典第165条文 最成的话呢 是会被判坐牢两年 或是罚款或是两者兼施 那至于被告彭丽君的控状是什么呢 他就被控于在低于试价 获取上述的这个案子的这个事情之下呢 跟林冠串谋 因此就抵触了刑事法典第109条文 并且是在第165条文之下同读 最成的话呢 他所面临的这个刑罚 就可能是最高坐牢两年 或是罚款或是两者兼施 今天在法庭上除了他们两位 法庭今天也传造了11名证人 案件就会在明天的上午9点会继续审讯的 预计明天还会传造14名证人就出庭的 那明天如果有什么最新进展的话呢 新闻线这边也是会继续为大家跟进的啦 另外我们看到呢 我们几乎每一天的新闻都会提到这一号人物啊 他就是西蒙的名誉主席马哈迪 他最近在接受新加坡海峡时报的专访的时候呢 就直言公正党时辰领袖安华 是在没有选择的情况之下呢 才会让他领导希望联盟 他就说其实安华自己呢 一开始也是很难接受敦马成为这个西蒙领袖的 但最终呢敦马就说了啊 不只是安华发现 他身边的人也都说 除了敦马呢 他是没有办法找到其他可以赢得马来人支持的人选的 马哈迪也有批评首相纳吉领导之下呢 政府债务是一直增加 他就说纳吉想做大事 但是没有钱 就觉得借钱是可行的 但这个就是会毁坏了经济和国家的力量 这是敦马认为的啦 另外呢 针对纳吉就有批评西蒙各项废除大道收费和消费税等等的这些竞选承诺 可能会欠下更多的债务嘛 纳吉这样子说到 那马哈迪就承认说 西蒙的伙伴确实非常社会主义 那他也已经告诉他们这样事情不通的 所以可能他自己也是不太认同这样子 他就举其中一个例子啊 就是取消大道费用 这个是这个西蒙的竞选宣言之一嘛 他就说到如果真的是取消大道费用的话 那么维修啊还有借马路的钱应该从哪里来呢 因此敦马他就说得很明白了 有些时候呢 连他都觉得说 他们未必能够遵守这些承诺的 好了今天的现在部呢 我们就要把焦点转回去 我们今天新闻先一开始跟大家提到 所谓反假新闻法案 今天这件事情呢 这个法案呢 是正式提成国会 那也有说到呢 会重罚那些制造啊 散播还有转发假新闻的人 那你认为呢 你的想法是什么呢 如果你认为假新闻太多太乱 重罚才可以有效的遏止的话呢 就是你可以去Facebook那边 点选LINE的一个emoticon 我们看到今天的法案是有提到说 罚款的话是最高50万令吉 而且是坐牢10年这样子的一个 算是重罚嘛 那你如果认为说 管得到吗 因为网络上假户口这么多 如果你是有这样子的想法的话 就点选我们第二个选项 就是哈哈这个emoticon angry这个选项呢 就说到 关字两个口真假 他们说完咯 因为确实他没有 是真假这件事情 这个定义好像有一点难辨认嘛 是不是 OK 今天这三个选项 哪一个比较贴近你的想法呢 欢迎你到我们的官方FB那边去投选 给大家看